你们看到的这辆车是上海大众推出的新款帕萨特领域 看得出来他们在设计这辆车的时候非常兴趣 它拥有一副闪亮的全新千颗衫 富有立体感的黑底大灯 比原来几乎大了一倍的LED尾灯看起来很高的 它还拥有一副更漂亮的轮毂 以及非常新潮的后视镜 所有的这些设计都是国内的工作人员 在德国大众本部完成的 这让它看起来是一部非常正宗的大众汽车 而这些设计也让它比之前的领域气派了许多 听起来非常不错 但是在所有这一切之下 仍然是大众的PL45平台 而用通俗一点的话说 这辆车与很久以前就已经引进的帕萨特B5 在本质上是同一辆车 言外之意就是 它太老了 这就回到了我们经常提起的一个问题 所有的大众车在中国市场上都很长寿 桑塔纳生产了将近30年 捷达生产了将近20年 而宝莱与它的下一代速腾 也共事了很长时间 现在又出了一个新王子 在帕萨特B6 也就是麦腾已经火产 更新一代的帕萨特 正在国外进行入市 并且即将投产的情况下 这块新领域 又来到了我们面前 这样一台经过重新包装的车 在新车众多的市场上 能否站住脚呢 恐怕上海大众自己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所以为了让它具有足够的竞争力 工程师们的确做了很多的努力 在内饰布局和基本结构 没有变化的情况下 材料和配色都做了全新的设计 这台试驾车浅色的内饰 让人感觉很舒服 真皮座椅吸取了麦腾的设计 显得十分现代 而细腻的皮革 也显得更有质感 哦 还有这些 炫目的桃木和闪亮的镀刻 虽然这对我来说 并不是什么好的事情 但是作为一款面向工商务的终极轿车 也许它的目标客户的想法 和我正好相反了 同时在它的身上 也出现了一些原本并不属于它的配置 比如博士8.0版本的ESP稳定控制程序 可视倒车雷达 还有侧安全气囊 以及侧气帘 同时在这个全新的中共面板上 还集成了卫星导航系统 车载蓝牙电话 自动感应的无骨语刷 全新的外观 更好的内饰 这些听起来都很不错 对于新领域来说 算得上是很大的进步 但由于仍然使用了相对比较老的PL45平台 它在机械性能上的改进 则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它使用的是一台产自大连的1.8升涡轮增压发动机 这台发动机与麦腾上使用的那台机器 在结构上完全一样 虽然没有采用钢内直喷技术 但是最大功率却被调高到了120级瓦 最大扭矩则仍为226 可以说无论是在技术还是动力数值上 都毫不落后于其他竞争对手 但是与它搭配的却依旧是这台速自动变动箱 虽然在竞争对手当中 也有使用同样挡位数的自动变动箱 但是它们的表现要更好 更何况上海大众 在比它第一个级别的朗翼 也甚至是入门级的Polo身上 都配置了TipTronic的6速自动变动箱 这实在有些说不过去 最根本的原因 就是这个平台只支持发动机动静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就没有办法使用那台非常出色的变动箱 虽然动力数值更加出色 但是在车重基本相同的情况下 由于使用了这台变动箱 使它的百供的加速之间超过了10秒钟 要比麦腾慢少了2秒钟 达到了11.33秒 在公路上正常行驶的时候 它的平顺性还不错 换挡时间也很短 但是当你想要身踩油门加速的时候 它的换挡动作就显得比较笨拙 不但反应有些慢 而且顿挫和冲击感都比较明显 它的前后悬挂在结构上没有任何变化 只是使用新的材料做了一些轻软化的处理 并在调教上做了一些改变 以往的领域给人的感觉是 车身刚度不错 但是悬挂行程比较长 而且出段没有什么阻止 显得有些松散 新领域在这方面提升非常明显 悬架的出段很紧锋 而且对震动的吸收也很充分 尤其是车身的起伏和跳动被削减了很大油 无论是加速还是制动 车身的前后抚养也都不太明显 整体的舒适性有了明显的感觉 但是有些过时的悬挂结构 尤其是拖曳臂半独立式的后悬挂结构 使它的操控性受到了很大局限 虽然方向弯的阻尼经过调整之后感觉十分扎实 但是在弯道当中 无论是对于方向的响应还是车身侧倾的控制 都不是十分出色 这离我们心目中大众应有的水平 还是存在一定差距 在绕桩测试中 车身的侧倾还是有些明显 车头对方向的响应也不是十分积极 出现了一些转向不足的迹象 需要提前对油门进行控制 才能够顺利的绕过方向 悬架整体显得不是很扎实 过长过重的车身也对它产生了一些影响 最终11秒67的成绩在我们的预料之中 动态表现相比于老领域来说 的确是要好了一些 但是这也只是能给你增加一些信心 对于在山路上驾驶时的表现 并没有质的提升 它的确很舒服 但是如果你想要追求操控性能 能以驾驶乐趣 恐怕它就无能为力 当然这个平台的延续 也让它保留了一些优势 为了适应市场和国情 帕萨特币我在引进的时候 就已经加长了轴距 所以即便在今天使用相同平台生产的新领域 它依然有着同级杯中最长的轴距 达到了2850毫米 所以毫无疑问的 它的后排腿部空间也是最大的 虽然我们测试过了很多新车 都可以轻松地翘起了让脑 但是在它面前 却只能干脑下落 坐在这里 头部空间和车内宽度也都相当宽敞 而且在行驶当中 车内的噪音控制也比较理想 这种总体来说偏向于舒适性的感觉 使它商务轿车的定位得到了更好的机场 没错 我想这就是它在当今的市场上 能够巩固地位所必须要具备的一点 它非常的舒适安静 全新设计的外观和内饰 也让它的老太龙中一扫而光 丰富的配置和宽敞的空间 让它能够在商务轿车市场上获得不错的口碑 虽然在动力和操控上并不占优势 但这些也的确不应该是它的强项 但是有一点我却想不明白 它的价格没有办法让我们欣然接受 2.0车型的价格确实负有吸引力 但是它的配置和装备可以说少得可怜 而我们试驾的这款1.8T车型 它的售价已经超过了20万 可以说这完全进入了雅阁 新天籁 还有凯美瑞等这些更新更年轻车型的攻击范围内 甚至与同排量的麦腾都产生了正面冲突 这就让它的优势变得不那么突出 而不足则变得更加明显 而配备了2.8升V6发动机的顶配车型 它的售价竟然超过了30万 对于它来说 这的确有些夸张 作为消费者的你来说 还会选择它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